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悉 此前刘国良担任国拼总教练一职 后因国拼改各等问题 刘国良晋升至拼协副主席一职 而国拼原教练组 也不再有国拼总教练的职位 改为男组教练组组长和女组教练组组长 但刘国良的拼协副主席一职 并没有安排具体的工作 只是一个名头而已 而未来的15个月 刘国良大部分时间都是复闲在家 要么是陪女儿打打球参加比赛 替老婆照顾家庭 要么就是参加一些综艺活动 以及一些险下的体育比赛 为乒乓球做推广 中间还在某直播中 客串过两次主播解说 可以说这15个月里 刘国良很闲 作为刘国良的朋友郭斌 则在刘国良离开国拼 后就一直在不断地为其鸣不平 并且也经常发文暗示一些内容 甚至差一点就曝出 让刘国良 孔令辉 秦志俭等人离开国拼的关键所在 但可能迫于某些原因并没有点出 最后 直至15个月后的今天 刘国良终于再次被启用 这个拼协副主席也终于有了明确的工作名目 而刘国良在得知消息后 更是当天就回到国拼训练馆和男队教练刘国正进行交谈 并且即将迎来的女子世界杯的考验 希望国拼一切安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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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